大家好,我是張傑偉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支持我的頻道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前幾天有個學生問我說 老師,是不是可以拉起拉得越快 那些東西都是越難 然後拉得越快那些人是不是就是越厲害 我覺得跟大家聊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在訓練技巧這個過程 沒有錯,我們都是從一個沒辦法拉得很快 到後來有些技巧很快的東西可以掌握 但是如果你這個過程走下去之後 你很多技巧快的那些東西都可以克服之後 沒有什麼技巧上的局限的時候 再回過頭來去看 我覺得 往往是慢的東西更難拉得好 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例如說一個協奏曲有一二三樂章的話 通常第一個樂章是寫的音樂內容最豐富 第二樂章是慢版 第三樂章是比較有技巧的快版 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第三樂章可以拉到第三樂章 或是第一樂章的有些地方可以解決 就是覺得很酷啊 可是我們在看一個學生 或者自己成長過程當中 往往拉得比較不好 毛病比較多的會是第二個樂章 然後如果你去看那些大師 他們在處理第二樂章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也許第一樂章第三樂章 某些東西某些技巧很多人可以做得到 但是第二樂章 他的那種功力去呈現出來的音樂 或者是音色 那就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影片我只是想跟大家講說 學習者 沒錯你在學習過程當中 你會有一個目標憧憬 有天我可以拉Paknini啊 我可以把卡門換養取拉得很快啊 這些東西都是在你學習的過程當中 會去追求一個目標沒有錯 但是 不要忘了就是 很多慢的東西 它是也是需要你很深厚的基礎 跟很細膩的情感 跟對音色上面很細膩的感受 才有辦法去做得好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只是把你自己的目標 就是 好像就是要拉那些技術很快的曲子啊 目標就是那些 或者是你已經達成這些目標的話 那你也是要去接觸一些 比較慢的東西 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我有一次跟一個大師上課 那時候我在練音階 那我記得就問老師說 老師你這個音階 你一工都拉幾拍啊 我現在以前小時候都拉八拍 我現在有時候拉十拍 那他說他有時候拉十五拍二十拍啊 你應該要練練看喔 他跟我這樣講 那我就又想到我小時候 我老師跟我講的 你運工很像是在騎腳踏車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運工的時候 你腳踏車是騎快一點比較容易 還是慢一點比較容易 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想想 對應該是騎很慢 慢要保持平衡比較容易 然後我們一般來說 是在騎一個自己舒服的速度很容易 然後想快的時候好像也還OK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其實告訴大家就是說 很多東西請大家都要慢練 我要講的重點是這個 然後你要能夠拉到那麼快的東西 也是因為你很多慢練的東西 有好好去做一個基礎去建構 你才有辦法爬到那麼快 以上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小提琴跟音樂相關問題 歡迎大家來信詢問我 謝謝